是衛生局在基隆市火车站设置了儿童BNT疫苗集中施打站 今天上下午各提供500个名额 有家长因为诊所预约不到 凌晨2点就跑来排队 人潮挤爆火车站 另外还有台中的家长带着孩子冲到屏东去南下排队接种 让陈志东赶紧呼吁要大家别紧张一定打得到 另外也因为出现不少儿童染疫后并发脑炎的症状 有医师呼吁家长有疫苗就赶快让孩子施打 不要调床牌 床上伦龙看不到镜头 这也是位在屏东的诊所 全是家长带孩子来接种儿童BNT疫苗 但疑问之下才发现最远竟然从中部县市来 排队打儿童疫苗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基隆市 草良家长不方便平日请假陪孩子打疫苗 基隆卫生所特别在车站设立接种站 没想到民众太踊跃 就算现场分两个梯次 原定上午八点半开始接种 有家长凌晨两点就到场强领号码牌 各地出现强打潮就会关城市中赶紧清上火线 要家长不要急 中央提倡民众不要挑疫苗厂牌 一时也对家长喊话 有疫苗就快打 根据过去报告 不管打哪个厂牌 出现发烧的几率只有3% 早点打让孩子得到保护还是重点 也提醒儿童打BNT疫苗的五大副作用 手酸肌肉酸痛 有可能会疲倦一到两天 体温稍稍升高 少数小朋友施打处也会红肿皮肤痒 家长要多留心孩子状况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